电影里凶猛的肉食性恐龙 总是迅雷不及掩耳的掠食猎物 甚至会举步追逐剧中奔驰的汽车 事实上学者们针对暴龙究竟能跑多快 已经争论多年 最近荷兰皇家开放社会科学期刊上 发表一项关于恐龙行动力的研究 可能跌破大家的眼镜 研究人员在加入对尾巴摆动频率的考量后 发现暴龙移动的速度 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缓慢许多 可能只跟得上人类走路的速度 荷兰自然博物馆里一同名叫Trix的 母暴龙骨架被研究人员通过3D电脑模型 重建了肌肉和韧带 希望能估算出它偏好的行走速度 不同于此前的其他相关研究 他们发现除了腿部肌肉外 那条巨大尾巴的摆动频率 对暴龙步行节奏起着关键作用 我们刚才发布了一篇文章 经过重建得到整条尾巴的重量将近1000公斤 暴龙椎骨上的韧带就像橡皮筋一样支撑着悬挂的尾巴 每走一步它会略为上下反弹 但若以错误的节奏行走 就会事倍功半 要推算暴龙的行走速度只有估计行进频率是不够的 还必须知道每个脚步间距 换句话说需要知道步伐长度 研究人员将较小型暴龙化石的踪迹 放大到TRIX的大小来估算步伐长度 再将步伐长度乘以行进频率 得到步行速度 大约为每小时4.61公里 仅仅接近人与马的行走速度 要说人类可能跑得因暴龙 还是言之过早 时速4.6公里毕竟只是暴龙偏好速度 研究人员们正继续研究暴龙的步伐 想要找出他可能的最高速度